在给节食患者溶食化食排食的过程中 有的患者会用上药茶 有的患者不用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用药茶来排食 那同时药茶排食效果怎么样呢 首先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什么时候用药茶比较合适 当患者没有胆囊炎症状 或者是胆囊炎症状不明显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适合用药茶 那么用药茶排食有哪些优势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药茶经过反复冲泡 有效成分呢 能够被充分吸出来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微酸甜的这个药茶 有利于胆质排泄 从而呢 能够加速溶食化食还有排食的过程 那么第三个药茶呢 就是药碱效红 什么叫药碱效红啊 就是药呢 配合相对简单 但是呢 效果非常好 同时呢 因为没有胆囊炎症状 或者是呢 胆囊炎症状比较轻微 那这样呢 药物啊 能够直大病所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口感好 因为啊 荣食化食排食呢 得需要一个过程 有些人呢 感觉汤药比较难喝 服务一段时间之后呢 坚持别去了 就放弃了 但是药茶呢 因为口感呢 偏于微酸甜 几乎所有人呢 都能够接受 能够呢 长期服用 患者呢 能够接受这个口感 这样呢 也有利于荣食化食排食 今天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病例呢 来看一看 药茶呢 排食的效果究竟如何 这个患者啊 是因为体检的时候呢 发现了有胆结石 大家看一看啊 与团腔腔内可见啊 墙汇声这个光团 指定约是啊 13毫米 还有一个呢 10毫米的 同时呢 我们也见到啊 这个患者呢 没有明显的胆带炎症状 这个患者呢 是2022年啊 2022年 11月6日收诊的啊 那么他这个检查呢 是2022年10月15号啊 做的检查 那么2022年11月6号呢 是首诊啊 那么当时呢 患者胆带炎症状不明显 没有什么不舒适 只是呢 睡眠不是特别好 你像这样的患者 胆带炎症状呢 不明显啊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呢 直接给患者用上 排食药茶 药茶呀 以舒肝力胆啊 削尖化食为主 因为药茶呢 也是一人一方 每个人的情况呢 不一样 那方药组合呢 也有区别 这里呢 就不给大家一介绍了 因为这个患者 当时还有什么一个问题呢 就是睡眠不太好 那么我给患者 在药茶里面呢 又加入了养心神的手疼 之后啊 给患者呢 调两次方 这几次开的都是药茶 一个半月之后呢 患者又做了一次检查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 检查日期是2023年2月7日检查的 那么检查结果显示啊 大家看一看啊 囊壁上光滑 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患者 没有胆囊炎症状 那再往下看一看 与囊墙内可见啊 树枚强灰神光团 较大一枚 大小约0.4厘米 大家看一个半月之前 那个检验报告单 当时显示两枚是多大呀 一个是12毫米的啊 一个是10毫米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啊 现在最大多少是0.4厘米 也就是多少 就是4毫米 4毫米 小了多少啊 小了三分之二 像这样的结实已经很小了 那下一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呢 就应该以排食为主啊 这里面呢 也加入一些溶食化食制品 今天呢 通过这个病例呢 给大家讲一讲 就什么时候用药茶 那效果呢 优于用汤药 但是呢 对于胆囊炎症状比较重啊 病情比较复杂的呢 还是以汤药为主 等到胆囊炎症状消除 或者减轻的时候呢 我们的通过药茶呢 来进行溶食化食排食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呢 也有关于胆结试方面的问题 可以把你的症状划给我 我给大家呢 编读分析